半月電費飆破美元2500 溫暖德州與百年寒潮 能源重振瘫瘫 可再生能源比質疑 德州原來電網獨立 大家好 歡迎來到財商天下 我是慧妍 過去一個星期 強烈暴風雪連日襲擊美國 已經有至少30人 因為嚴寒相關因素喪生 美國中南部多個地區的低溫 已經打破了幾十年 甚至百年的紀錄 其中德薩斯州的災情 最為嚴重 暴風雪導致用電量暴增 電網瘫瘫 有幾百萬家庭無水無電 在嚴寒中煎熬 有電的家庭 就要忍受飆升百倍的電費賬單 同時 德州的能源業和晶片製造業 也受到重創 這樣德州的電網 為何會大面積瘫瘫 背後到底是甚麼原因 我們今天就來談談這方面的話題 在主要內容開始前 還要呼籲一下大家關注和訂閱我們的新頻道 新頻道的名稱仍然是惠然財商天下 下星期一也就是2月22日開始 我們的視頻就只會在新頻道發表 在視頻的下方 我們標絕了新頻道的連接 希望各位朋友能夠繼續訂閱 感謝你的支持 好 下面就開始我們今天節目的主要內容吧 德州地處美國中南部本來是一個氣候溫暖的州份 但在過去一星期 因為一度沿著美加邊境的北極冷風席捲全美 帶來大量雨雪和極寒氣溫 造成德州氣溫一度下降到攝氏零下19度 是1989年以來的最低 往年這個時候 德州達拉斯的最高氣溫在攝氏15度左右 但是這幾天的最高氣溫就只有攝氏零下10度 比往年低了攝氏25度左右 由2月15日開始 暴風雪造成電網癱瘫悶 導致德州超過400萬戶家庭和企業 停電超過36小時 直到2月18日那時 仍然有接近50萬人在停電中生活之外 而與此同時 停電也影響到供水設施 可能造成致內水污染 德州700萬居民被通知 先要煮滾自內水後再飲用 州長還敦促居民 在可能的情況下 撤斷家庭水源 以防水管爆裂 耀虎連天的民眾 紛紛在社交媒體上貼出相片 顯示自己家庭的慘況 有些是水龍頭直接結冰 有些是家庭的魚缸結成了一大塊冰 裡面養的甘魚全部凍死 我們來看看這張照片 水管凍裂後漏出來的水 在吊線下結成了許多條細長的冰柱 而這張照片 天花板的水管凍裂後 噴射出來的水流借在一部汽車上 立即就變成一條冰柱 低溫銀行底下大停電 已經令民眾苦不堪言 而天價這麼昂貴的電費 更令民眾雪上加傷 據媒體報導 有多位德州民眾 接到電力公司的簡訊 通知他們的帳單快爆表 建議更換其他電力公司 一位40多歲的女居民說 這二月份剛剛半個月的電費帳單 已經有2500美元 而去年整個二月份的帳單 只有大約33美元 電力公司網迪平時會向客戶 收取9.99美元的固定月費 但由於德州電力可靠委員會的發規漏動 令電費市價在15天內突然暴升近200倍 原本是每百萬瓦小時不用50美元 但突然誇張到變成9,000多美元 事實上擁有豐富石油天然氣資源的德州 是美國電力自由化私營介入程度最高的地方 長期以來電力自由競爭的經濟效率 也令德州政府深感自豪 管制鬆散的市場也帶來顯然異見的好處 這就是便宜 德州的平均電費為每千瓦時8.6美元 比全美的平均水平低大約五分之一 更是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半 而且因為極端嚴寒天氣在德州很少見 所以德州也不要求電力供應商 為可能的需求激增預留在額外的電力 而電力公司更加不會花大筆投資 令設備能夠抗寒過冬 但在這次的寒災急凍 和巨幅的電力價格波動 輿論對德州電力供應商這種效益至上的做法 開始產生懷疑 德州是全美的能源重鎮 也是一些全球最大石油和天然氣公司總部所在地 所以這場嚴寒天氣 也對德州的能源業造成損害 德州每天生產大約460萬桶石油 大約佔全美產量的四成 而德州生產的天然氣產量 大約佔全美的四分之一 不過受惡劣天氣影響 由2月15日起 德州已經暫停油井和煉油廠作業 迫使天然氣和原油管道運營商限制供應 原油減產也導致西德州的原油價格 一年多以來首度升破了每桶60美元的價位 除了油氣生產之外 油氣的運輸能力也受到嚴寒衝擊 德州喉斯頓碼頭一度被迫關閉 德州和雅肯式州 伊里諾州 路易斯安拿州 新墨西哥州的天然氣管道輸送能力也受到影響 由於停電 德州首府奧斯丁附近的一些半導體工廠也被迫停工 17日汽車晶片最大的製造商之一 欣治普表示 在奧斯丁地區的兩家工廠已經停產 英飛寧在奧斯丁的工廠也被迫關閉 此外全球第二大的半導體製造商三星電子也表示 已經關閉了奧斯丁工廠的生產 而在之前已經因疫情等原因導致了全球晶片坊 而德州這一場極寒天氣 無疑令晶片供應鏈下游的決心問題更嚴峻 那麼這次的德州大停電也引發了 是否應該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的大討論 德州的共和黨人一直主張保護化石原料 停電發生後共和黨人指責說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 寫氣煤炭等傳統能源就是停電的根本原因 而德州公共政策基金在發表的新聞稿裡也指出 這個星期由於德州被冰雪覆蓋 可預計大部分風力渦輪機將會靜止 而太陽能電磁板將會產生很少的電力 並且說是甚麼令德薩斯人感到溫暖 並且令他們在這個致命的冬季風暴中生存 是化石燃料 特別是天然氣 一些主流媒體也表達了類似觀點 華盛頓郵報說 德州各地遭遇停電 部分原因是風力渦輪出現問題 渦輪機會在嚴寒的天氣中結冰 先葉最終會停止轉動 德州電網營運商說 德州近一半的風力渦輪機已經結冰 《華爾街日報》也說 過去十年裡足以為6,000萬美國家庭供應的煤炭設施停止運作 還有很多核電站計劃關閉 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政客也正在推動對可生能源的補貼 不過在德州正發生的一切 暴露出可再生能源的局限性 也有觀點認為這些說法可能偏頗 德州電力可靠道委員會的資料顯示 在過去幾年裡 德州一直努力削減煤炭電力 發展脫炭的風能發電 但是德州第一大供電主力仍然是天然氣 佔2020年全州供電量達到45% 第二名才是風力發電佔比大約23% 煤炭18%和核能11%緊隨其後 太陽能佔比大約2% 在今次致命的寒潮中 全州範圍內有46,000兆瓦的電力供應停止運行 其中大約六成的損失是來自天然氣、煤炭和核能發電 另外四成來自風能和太陽能發電 也只是說 無論是天然氣、煤炭、核能發電 還是是風能和太陽能發電 德州各種類型的發電機組 都受到寒冷天氣衝擊無一例外 那麼 為什麼德州的火力發電機組 會因為寒流急凍而停擺呢? 這是因為天然氣的開採過程 會殘留一定比例的水氣 但是在華士陵道 相當於涉士陵下18度的極端低溫裡 水氣會冷凍結冰 從而嚴重阻礙天然氣管的輸氣效率 同時用來加壓輸氣 供應火力發電的柴油機組系統 也因為化學特性而在低溫狀態中凝固結冰 於是在低溫狀態的惡性循環下 輸氣系統才會陸續低溫停擺 接著就是造成一座座的火力發電廠徹底癱悶 按照正常的安全邏輯來說 美國的天然氣輸氣、綠能機組以及電網系統 都應該要有防凍裝置 來避免冬季的極端天氣影響供電 但是德州地處南方中年溫暖高溫 因此電網系統的設定都是以防止下季熱浪過載為設定 沒有認真考慮過大規模結冰的寒冬可能性 其實這次不是德州第一次因為嚴寒天氣停電 2011年冰風暴也曾導致煙煤和天然氣電廠結冰 只是停電範圍沒有今年那麼大 業界觀察家認為 德州發電廠的防凍措施仍然不足 喬治亞理工學院一位助理教授認為 這次停電並非是可載生能源比例大小的問題 而是電力系統的問題 現有的基於化石能源的系統也無法處理這類情況 不過在這些因素之外 德州還有一個特殊性 它是美國本土唯一一個電網獨立的州份 美國本土48個州份大致分為三大電網系統 美國東部聯合電網、西部聯合電網 以及獨立的德州電網 這個德州電網覆蓋了德州絕大部分區域 在歷史上 德州這一片土地曾屬於墨西哥 之後就成立了德薩斯共和國 直至1845年加入美國成為一個州 時至今天 德州內依然存在脫離美國獨立的呼聲 為了不讓聯邦政府的監管 過度干預德州 因此德州擁有獨立的電網營運商 就是電力可靠性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 只是受德州公用事業委員會和州立法機構監管 這也意味著 德州電網就好像一座孤島 他無法在最需要幫助的時候 直接由東部或西部電網借電 同樣是他也無法送電給其他地方 這也是德州大面積持續停電 而不能盡快恢復的一大原因 因此 德州當地的專家認為電網互聯互通 改善傳輸和儲存是避免未來電力危機的發展方向 例如德州在16日時有400多萬人停電 但美國有些地區電力過剩 電費低廉 應該將那裡的電力輸送給德州 急需電力的地區 還有專家認為政府應該鼓勵 建立更多傳輸設施 將資源轉移到需要的地方 建設更多高壓電線在全美範圍內輸電 最近幾個月 日本、巴基斯坦和法國的一系列極端天氣事件 也曾經導致國家電網癱瘓 並破壞了全球能源市場 美國這次的寒流事件 只是其中最新一宗 由這些事件中 我們也可以關注到一個問題 就是世界已經似乎變得非常脆弱 在難以預測的自然面前 我們人類需要持續地說有敬畏之心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節目的分享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早上